最近总是有一些路况 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多留意 顺便检查一下轮胎吧 再来我们看到 高雄发生了一起 掳人灵虐的案件 这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跟金钱有关 被害人他说被指控说 他之前就是拿着4000块的假钞 去买毒品 结果拿到钱的人很不高兴 就到他的住处去抓人 把他跟女朋友都抓走了 然后淋虐 虐待 拿电击棒 球棒西瓜刀 那这个被害人的女朋友 就很害怕也不断的哭闹 结果说被强罐药水昏睡了一整天 整起淋虐的过程长达 34小时 84小时 路口监视器拍下 两名男子到这处民宅 把一名裸上身男子 强压上黑色轿车 后方还有一辆跟车 把裸上身男子还有女友 带回租屋处暴力淋虐 警方紧急破门逮人 夜姓主贤十分狡猾 狡兔三窟 从岗山 男子又到凤山藏匿 这下终于把人逮捕 身穿灰色上衣的夜姓主贤 以及六名同伙 被警方带回警局 现场还查扣毒品 西瓜刀 菜刀 原来是因为贩毒纠纷 夜嫌和同伙指控被害人 拿假钞买毒品 一群人前往租屋处抓人 被害人女友也一并带走 凌虐长达84小时 事发在去年5月 凶险手段残忍 被害人头部多处擦伤 肩膀小腿全被砍伤 被害人女友哭闹 还被强灌药物 让她昏睡一整天 疑似因为4000块 假钞买毒 引发夜姓主贤不满 法人强压凌虐长达快4天 还拿电击棒球棒 狂打被害人 被放走之后才报警求救 追查将近10个月 被警方逮捕归案 借金圣中林一荣高雄报道 还有桃园警方 日前在一间汽车旅馆在领检 结果就发现房间里头 这衣柜里面怎么有藏人呢 一名男子躲在里面 这名男子到底是谁呢 躲在里面做什么 一开始他还谎报 别人的身份证 很快地就被园警揭穿 原来这个人是通气犯 而且身上背了7个案件 园警在汽车旅馆内 从里到外仔细搜索 打开衣柜一看 里面居然躲了一个人 这边还有一个人 蹲得很好 来 警方立刻查验男子身份 但他报的身份证字号 显示的照片根本不是他本人 一查之下才发现 这名隐匿身份的男子 竟然有7个案件通气中 警方立刻叫他蹲下带回警局 桃园杨美警方19号 在摩铁领检时 发现藏在衣柜里的 27岁周姓男子 警方查验男子身份时 他一度谎报身份证字号 警察追查后 发现男子竟然是多案再生的通气类犯 警检汽车旅馆时 发现一名周姓男子躲藏在衣橱中 查询后发现周姓男子已遭台中 台南及高雄院检单位 发布多达7案的通气 哈喽 我在家 同样是在桃园 警员在铁门外叫喊 民宅却始终静悄悄 好像没人在家 过了一段时间铁门突然打开 警方立刻把躲在屋内的39岁实行通气犯 当场逮捕 法王灰灰熟而不漏 不管通气犯是躲进衣柜 还是躲在家里 最后一样都躲不过法律的制裁 记者刘志展张志人桃园报道 再来要不要看我继续 我来看一下 台湾大小事 我们继续来讲新闻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好像看到 就是说在这个路上 车祸可能比较多 可能也是跟天雨路 还有关系 真的一直提醒大家 轮胎看一下好不好 你的那个轮胎 有没有要换了 如果有的话 赶快最近还是继续在下雨 该花的钱 在这种安全上不要省 还有开车小心 这是在桃园的台66线的 平正路段 在今天清晨 是发生了一起追撞意外 当时是大货车驾驶 好像没有注意到 前车的这个状况 先撞了兵士 失控打滑之后 占据了整个车道 等于是全部的这个车道 都是散落的这个物品 平正交通大打劫 一度回堵超过三公里 兵士车头全毁 引擎盖变形成波浪状 驾驶人还受困在车内 你包包我先帮你拿好不好 你也要手帮你放包包里面 救护人员先帮驾驶 固定好颈椎 再小心翼翼 协助驾驶脱困 事故现场满目窗移 大货车整台打横 占据整个车道 车上的货物和货架 也四三一地 被追撞的兵士车 更是面目全非 整个后行李箱 被撞开变形 轮拱凹陷宛如废铁 台66线 平正路段 22号清晨六点多 发生一起追撞意外 54岁 陈姓男子 驾驶大货车 疑似没注意车前状况 追撞上前方的兵士车 意外发生时 正好又碰上通勤时段 结果造成平正交通 大大街 车流一度回堵超过三公里 所信平市车驾驶送一后 仅受轻伤没有大碍 事故路段也已经回复通车 至于详细的造势原因 警方还在调查当中 记者刘志展张志仁 桃园报道 好 现在针对学校 包括几点去上课 还有早日期 到底要不要考试 其实有很多的 这个规定 到底对学生来说 是好还是不好呢 教育部演你 未来不可以强制高中生 参加早自习跟第八节课 而且也不能利用 这两堂课来考试 等于是学生 八点十分 再到学校就可以了 教育部长潘文中 昨天受访的时候说 早自习不考试这个部分 国中小野适用 对此学生的反应 也是蛮两极的 校方是担心 会不会影响 未来的课程进度 我们来听一下 那学生怎么看呢 学生们加快脚步进入校园 就怕慢了一步 会被登记迟到 不过教育部演你 高中未来全校召会 一周最多一次 另外早自习和第八节课 不能算初缺席 也不能用考试 强迫学生参加 其中早自习禁止考试 这部分国中小野适用 预计三月初公布方案 一百一十一学年度正式实施 有一点小开始 因为可以多睡一点 考试还是会移到课堂时间 那课堂时间就会延误 未来走自习将禁止考试 学生们反应两极 国中校长也担心 用课堂时间考试 会压缩到课程进度 影响课程进度 你考试的范围量 就是要增加 然后再来你命题的深度广度 也会受到影响 未来校园制度将有新变革 就连搜查学生物品 也有新规定 去年一月 屏东高中教官 趁学生在期末考时 以内务检查的名义 进入男女宿舍搜查 引发争议 教育部修订管教学生事项 高中学校要进行为净评检查 必须要有两位住宿学生代表 或家长会代表 或者是老师陪同 而国中小则是要有 两位家长会代表陪同 检查时也要全程录影 后续会不会引发 这个被搜查者 对这个参与搜查的一个学生 他的一个不利益的 一个对待的部分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 也认为这次修法 对于保障学生隐私 仅有前进一小步 仍有危险可能 如何兼顾学生身心发展 及隐私教育部修法 恐怕还有检讨方向 记者陈正茂 陈嘉伦 台北采访不到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 是公主的 也许多加上 同时 来自家人的 三岸民主协会 我们下一次 我们下一次 一个就在 都没用 误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